我們在這邊先給各位看一下官方的一個製作流程的影片 這個在我們的這個任務裡面有 你可以看到這個有沒有 點下去 好我把它用全幕的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在做像這個我們在Swee Home 3裡面也可以做一個底圖之後 然後你再上去秒 這樣其實也可以 它是有底圖的功能 首先這裡它介紹到三個步驟就可以完成 首先你要把它畫平面 那你可以從外部 比如說你已經設計好了 我們把它當一個底圖叫進來 進來之後呢一般它會先畫牆壁 把我們剛剛的牆壁的厚薄 高度啊那些先設好 接著呢再把門窗把它放進來 然後就像這樣子產生所謂的地板 那基本架構有了 再來做所謂的裝飾 包括你的牆壁要塗什麼顏色 地板要放什麼材質 然後呢你要放什麼家具進來 家具呢可以從外部把它匯進來 那每個家具的材質你都可以做一些調整 接著呢你可以透過燈光 好 那它在產生照片的過程就是跟我們剛剛一樣 這裡它還有可以做攝影機的動畫 你看我們剛剛的那個日光有沒有 太陽的時間 然後做輸出 它也可以輸出動畫 最後就像我們剛剛一樣變成平面圖 或者3D的圖 甚至是輸出外部的那個模型檔都可以 這樣速度很快看完了一次 你們的會多多少少應該會有一些delay 但是你也可以就是自行到那個網站上看 這樣有沒有稍微有點概念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要帶各位呢 看過這個之後就來做一下一樓客廳的部分喔 好不好 那所以你可以選擇就是用剛剛的那個 網頁繼續下那個檔案繼續下去做 也可以考慮就是開心的都沒有關係 好 OK 所以我就在這邊 來回到這裡來了 然後把它存存一下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它建在你們家的右手邊 因為我們前面這裡 現在在前面這邊 已經有一個圍牆的 那後面這裡就是可以留空間喔 我來做 如果你覺得這個空間不夠大 你想要更大一點怎麼辦 你可以把現在這個仕圖稍微縮小一點 剛剛講過 Ctrl鍵按著 加上滑鼠的滾輪 往前往後 就可以放大縮小 所以我在這邊 縮小縮小 這樣你後面的空間是不是就可以比較大了 好我就 就點到牆壁 那牆壁的部分呢 其實 一般來講大部分都是先做牆壁 那你要顛倒過來做也可以 所以我在這邊呢 我就 點它一下 過去 好 假設到20 這裡 點一下 再到這邊 它有對齊的地方 它都會出現一個那個 線喔 好 到了 有到了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過來就好囉 結束就多多兩下 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下面這邊 已經產生了一個地方體 像不像監獄對不對 好 這裡 樹還長進來了 等一下我們要後退一點 那 記得 牆壁畫完之後 也要回到哪裡 箭頭 回到箭頭這邊 比如說我這個 太過來了 我就把它點到它 那你可以搭配鍵盤上的什麼 鍵盤上的方向鍵 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做的時候 我就可以 微調 微調這個牆壁的位置 這樣 確認一下 有沒有 樹就不會跑到裡面來了 OK 好 那我們要講一下 不管是牆壁還是地板 它都有特殊功能 什麼意思呢 你先看一下 以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呢 你在這邊 你想要 就是 產生地板 依我們之前的經驗 你就是要在這邊 用這個地板的工具 再去把它畫出來 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你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好 你一樣是先進到地板的工具 按下去 可是呢 你只要在 我們地板的裡面 好 前提是 如果你的 這個地方 牆壁 必須要是封閉的 我剛剛是 完整的封閉起來 如果你中間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破洞 那它就沒辦法幫你做 好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這個裡面 點兩下滑出左鍵 有沒有 自動就幫我們把地板做好了 好 所以這個是很方便的 那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 什麼意思呢 我可以先 把 這個 地板先畫好 如果你是先把地板畫好 我們來試看看 假設我就這樣 一個 像三明治的形狀 我現在呢 回到了 畫牆壁的工具 我只要在地板上 點兩下 滑鼠左鍵 有沒有 自動就幫我把 牆壁 沿著 地板的邊緣 建立起來 好 所以你兩種方式其實都可以 只是呢 我們 未來還會提到 牆壁 它除了像這樣直線的以外 它還可以做彎曲的 這個部分呢 就是地板做不到的 因為地板的話呢 我們主要都是多邊形 你要做有弧度的 是有些困難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靠牆壁 來幫忙 這樣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你可以 不管是 牆壁或地板 其實都可以 那我稍微提一下 如果 你的牆壁 沒有封閉的話 你看 我先做一個 比如說我到這裡 好到這邊 我先停掉 那我再來這裡 到這邊接起來 我這裡有很明顯的 就是 這個地方 是有破洞的 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下 用我們剛剛的方式 我現在進到地板的工具 我來這中間點兩下 你會發現沒有作用 因為它這裡是有破口 怎麼辦 你可以先回到箭頭工具 第一個方法 當然就是手動的 我點到這邊把它縫上去 對不對 但是呢 你也有比較快的方式 就是把這兩個牆壁 框選起來 按滑鼠的右鍵 你會發現 有一個工具 叫做強接盒 快速鍵在這裡 強接盒 那它就可以自動幫我們把它 牆壁連接起來 我們來試看看 有沒有它就幫我們接起來了 那你 OK的之後呢 我們再來這邊 點兩下 這樣就可以完成 所以這個是 同學在使用牆壁 要產生地板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你只要有破洞 那個地方 就不會 自動產生出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同學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應該還好吧 好 好 那我們再來把 這個 門跟窗把它帶進來 因為在Swim 3D裡面 門 窗也是它的一個特色 以往呢 我們要建立 像這裡我要開洞 這裡要做門 對不對 然後這邊可能要開窗戶啦 以往我們都是 牆壁的部分 我到了這邊 好 比如說點到這裡 我就牆壁只能做到這邊 那這裡要留一個洞 這裡也要留一個洞 所以以後呢 萬一 你的位置 覺得不OK的話 你可能就比較麻煩 要重新調整牆壁 但是在Swim 3D呢 它是相對比較容易的 你可以發現在我們的 這個左邊 類別裡面有一個門跟窗 在這裡 有一個門跟窗的這個類別 這裡面呢 它就可以幫我們自動打洞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試看看 我找一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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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像這種門 好了 我把它按著拿到裡面來 我只要靠到牆壁上 有沒有發現我們下面就會自動打洞了 像這樣子 那你今天呢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事實上 這裡 是有一個往外開的 如果你想要往內開 你只要把我們的門 往牆的裡面靠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往裡面靠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你就看到它是往裡面開的 當然你要移動它的位置也可以 移過去 移過來 有沒有 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好 那這個呢 我就先留著 來我們再找一個窗戶 我們來試看看 滑動式的 一個是滑動式 一個是落地窗 好 我們拿一個落地窗來試一下吧 丟進來 那像這個呢 也是很經典的 就是我們在 一般的室內設計圖裡面 看到這個就知道 這是外推的門 那如果 往裡面靠的話 它就是變成內推的 在這裡 像這樣 那你可以點兩下 進到這個模型裡面 如果呢 它裡面有一個叫做修改開口 各位記不記得我們上次有人 那個叫修改姿勢 那如果你是門窗 有的 比較新的 我講的是 局部 就是它比較新的 模型 有看到這個選項的話 就是新的才 那個模型 它就可以 還調整它的開口的角度 比如說你看我們在這些3D的 那你把它往裡面推 或外面拉 這樣就可以打開 有沒有 好 你就可以先看一下 沒問題的按確定 確定 有沒有 門就打開了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就是不是所有的都有 它有一些 是沒有的 所以 比如說 像 我們剛剛這個 我們剛剛這一個的話 它就是舊的 所以 在這邊 你就不會有那個選項 好 這樣 這個部分呢 各位你就可以試看看囉 因為門跟窗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擺進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當然你不滿意 就可以弄掉 但 其實呢 不是只有門跟窗 才有那個 所謂的修改開口 它裡面其實還有 蠻多的 模型 有這個功能 包括了 可能有 這個 電腦的 有 轟碗機 有 鋼琴 類似像這樣子 有很多 你只要點兩下 它有所謂的修改開口 你就是有 這樣的功能 可以自己去調整它 只是 不是所有的 就是只有 比較新的才有 那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像這種也有 雙開門的 你如果沒有靠到牆壁 它就不會打動喔 你看 如果我是把它拉到外面來 它就是獨立的 但是如果你靠到牆壁 它就會有打動的效果 像這樣子 好 所以 我們 把 門跟窗 還有 這個 怎麼樣自動產生牆壁 或地板方式 先透過這個 介紹到這邊 好 給各位稍微幾分鐘練習一下囉